歡迎收看4月28日的百革大世紀 晚上好 我是家旋 首相安華將今年的開齋節門戶開放活動 以示到6個即將舉辦週選的週暑舉行 引起國盟領袖炮轟浪費公帑 並質疑政府濫用公款為週選造勢 民政黨主席劉華才就要求安華公布開銷報告 說明政府到底花了多少錢 對此 經濟部長拉斐茲今天就站出來為政府背書 表示6週開放門戶的花費 相比之前國盟在部城舉辦的成本來得更低 雖然拉斐茲沒有公布實際的金額 但他表示 在部城舉辦的話 涉及的出席人數會是10萬人 而6場門戶開放的人數是每週各1萬 加上聯邦政府只需要承擔 吉蘭丹登加樓和吉打的費用 其餘三週都是由個別州政府承擔 從而減少了聯邦政府的支出 拉斐茲直言 如果他們不到吉蘭丹登加樓和吉打 就會有人批評政府邊緣化反對黨執政州屬的人民 但當政府去接觸人民的時候 有人又會說鋪張浪費 有競選之嫌 而這就是政治的酸甜苦辣 另一邊詳 西蒙邊州主席曹關友也來幫強 認為國盟不斷炒作此課題 足以證明他們已經耗盡政治資本 對靠開齋活動撈取選票的指控 曹關友就反擊 指吉打州務大臣也有舉辦大型的開放門戶 這同樣是在撈取選票 至於國盟指這樣做是浪費公帑 曹關友就說 不成的場地容納不了太多人 到各州辦開放門戶 能夠更方便民眾參與 而首相安華今天授尋時也直言 把錢用來請人民吃 並不是浪費 反之如果作為個人用途 那就是不妥 第15屆純物大選掀起一股反封綠潮 隨著州選近在咫尺 許多分析員就在觀望 國盟的綠潮會否延續? 前首相馬哈迪今天在臉書貼文指出 大馬自獨立以來 在過去60年都是由馬來人領導 而大馬在這段時間取得迅速發展 包括非馬來人也取得許多進步 因此他希望人們不要把綠潮污名化 去引發人民對馬來人治國的恐懼 另外 針對近期盛傳 由馬華和巫統國會議員被國盟拉攏推翻團結政府的謠言 內政部長塞夫丁誤以為意 直言 首相安華所領導的團結政府 扎實 完整且運作良好 因此他不會把有關謠言當成是威脅 也不想給予太多回應 隨著六州州選的腳步越來越靠近 各政黨也在如火如荼的進行著議席談判 以及排兵布陣的工作 但國振和西蒙這邊就出現了一個小插曲 馬華副總會長兼賓州聯委會主席陳德勤 今天就斥責賓州西蒙 撇下馬華 單獨和賓州巫統談判 州內的一席分配事宜 他在文告中直接點名賓州首長曹關友 認為他單獨邀請巫統下週商議的舉動 等同於私下協議 有為團結政府的合作精神 所以陳德勤促請曹關友 儘快召集國振和西蒙所有成員黨 共同商議州選事宜 並由團結政府的最高領導層做最後定奪 針對陳德勤的指控 至截稿為止 曹關友尚未作出回應 而回顧2018年的成績 當時馬華在賓州是全軍覆沒的 加上早前有消息指出 賓州西蒙和巫統的初步共識是 行動黨上陣19席 公正黨上陣14席 巫統上陣4席 陳信黨則是上陣3席 意味著馬華和國大黨在來臨的賓州州選 很大可能一席都沒有 接著來關注一則社會新聞 本月26日傍晚時分 吉達州本銅縣甘榜茶路附近 有一群摩托車黨正在飆車 巨大的引擎民轟聲 氣得周邊居民報警 本銅警方在接到民眾投訴後 立即展開馬路流氓行動 成功攔截62輛摩托車和90名騎士 以及後座乘客進行檢查 並開出102張罰單 同時援引1987年陸路交通法第64條文 知非法改裝扣留7輛摩托車 而涉案者的年齡介於11歲至22歲 不過在取締過程中就發生了小插曲 根據本銅警方在臉書專頁貼文指出 這些摩托車騎士經絕由警方後落荒而逃 有者甚至嘗試通過小禁或倒田路逃跑 不過最終還是落網被帶回警局查辦 新聞結束之前 帶你快速瀏覽其他的新聞內容 教育部提醒如果空氣污染指數超過100 學校必須得要停止所有課外活動 一黨消息指出國盟正在積極拉攏被巫統開除 黨籍的前衛生部長凱莉 別途團黨候選人的身份 上陣雙息毛諾國席的其中一個州議席 另外針對前首相納吉的特赦申請 一名部長透露今天召開的特赦委員會會議 不會討論到納吉的申請 而有關萊納斯對禁止在大馬進行加工 和運送輻射性原料萊馬的決定進行上訴 是科學工藝及革新部長鄭麗康指出 政府將在5月中旬公佈結果 如果你還想深入了解哪些新聞內容 歡迎留言或私信我們 也記得追蹤 訂閱百格 我們下回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